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等了四天 我们一直在等待最终的结果出来 那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又怎么样呢 到底我们选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变 不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到底人民还有哪一些责任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的来继续推动改革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政策研究员 林志涵博士来进一步带领我们去看懂这件事情 有请林博士 谢谢小薇的介绍 谢谢布获生命学院的邀请 今天是我第一次堂课 很高兴可以见到老爸老妈们 继续守住这一个时段的这个讲课 我很荣幸的可以跟你们在选前选后也跟你们讲 当然这个局势的变化很大 确实投票过后你们知道你们选了谁 但是是由谁组成政府 谁成为新的首相 然后内阁会是谁是我们继续要关注的 但是那一个是人事的东西 但人事也是很重要 毕竟我们选就像是我们说理性投票的时候 我们说选人也选当 选当也选人 同事也一起做的 所以希望经过各方的调节过后 能够达成一个妥协 可能就会有一个联合政府的情况出现 等一下我们也会慢慢谈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说选后要改变人的责任 还有推动改革方法 是什么呢 今天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方式 如果你们 前几堂你们都没有出息 今天是第一次听我的话 我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自己是群艺社的社员 也是一个政策研究员 主要是研究 卫生医疗还有社会经济政策 今天的主题是选后要改变 我们主要是会放在这个主軸 就是到底我们身为公民的 在五年投票一次过后 在这五年的公传里面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很多东西可以做 就刚才主持人小卫提了我们前面三堂课在选前的时候谈的 是跟选举有相当大的关系 现在谈的是选后我们在这五年接下来做是什么 接下来过了这堂课过后 将会有我的友人陈一飞 他会继续跟你们讲关于民主还有制度 请你们接下来的每个星期三晚上也继续守候在这个台 他应该也肯定的也会做得很精彩 所以今天主要谈四样东西 第一样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 就是想要了解听多一点评论点评一下关于这个局势的选情 我大概会花15个20分钟会谈这个东西 我相信可能也相当多的人进来也想要听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 到底这个意味着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谈的是关于所谓所谓的改变 上个星期我提了到底怎样才可以达至这个改变 到底是谁的权利谁的权限可以做些什么决定 谁可以带来那个改变 我之前那堂课已经谈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谈的体制内的体制外 到底各方有什么样的角色 到底谁可以最后带来那个改变 然后我们可以谈那个是社运 就是说我们社会要推动改革有哪一方面的考量 你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谈的是比较大的方面 最后呢最后还是回到自己 可能请问这堂课过后 你可以想到底你还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会在最后的那一张slide里面会提醒大家 大概你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东西 在这五年内可以做的 选情分析 主要告诉你们这个大选成绩还有这个政治的趋势 这个对于我们是这意味着什么 然后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选前的时候你们要知道的是 这一次我们有相当多的新选民 就是有大概623万 明明有新的选民进来 因为有自动登记的那个制度 还有18岁以上是可以投票的 所以靠近三分之一或者是30%的新选民进来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结构呢 那个蓝色的和粉红色那个罢的 你看前面三个到40岁 选民到40岁的选民就占了超过50% 这一次真的是年轻选民 决定谁是新的政府 决定你们选区谁是那个议员 还有上一次大选的时候是82.32%的投票率是相当高的 而这一次的大选呢 数据来了 数据来了 我们有更多人投票 有大概 1548万人投票 啊就那个 虽然那个投票率是 差不多是73 74%这样子 但是 确实是这个这次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是超越了上一届的 而且还还没有加上三个国席还没有计算进去 是因为那个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去世了 然后 是因为水灾的关系 他们的票 那个选票不能够 送到去计票中心 等等的 然后 我确定 那时候还没有 放在那个数据里面 也要了解 过去 在 上一些大选过后的那个政治 组合那个联盟 和 在喜来等政变过后 到底 发生的怎么样一回事 和在大选前 国会解散前 大概 每个阵营有多少个议席 现在有点炎花缭乱 我 我觉得都想要带你们看的是最下面的那一个 在国会解散的时候呢 国阵是有40席的 然后 国盟是有39席的 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成员 达到多少个有多少席 然后 西盟呢 是有90席的 我觉得这个是以这个为基础 来计算 谁是赢家 或者谁是这一次的输家 然后 我觉得这样子的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计算 因为 你要基于上一次 那个 你所拥有的议席位 到底是增加 还减少 如果你看 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的网站的时候 你 其实也看不出些什么东西 因为 比如说 行动党的在沙拉越是用他自己的旗帜 竞选的 所以他们赢了五个议席 不是说行动党指令五个 因为行动党在半岛的时候都用这个 行动党的旗席竞选的 然后 那个 伊斯兰党呢 这边是说 22席 那个22席是因为都在 邓家楼和 吉兰丹 所有国盟的 候选人呢 都是用 伊斯兰党的这个 党旗 竞选的 包括 三位 来自 图团党的那个 候选人都是用 伊斯兰党的党 党旗的 所以这些东西要加起来 才可以给你看到那个最后的数目 最后的数目是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现在是一个 选 选择的那个议会 什么是选择的议会呢 就是说 我们有 222席 然后 你要 过半 就是至少 过半 可以简单多数 的指证 就是 112 你看到最后的成绩呢 西盟就只有82 是最 用最多 十位的 但是 台跟这个 112 这个席位 是有 一个差距 然后第2的 台队第2的是73 的博盟 然后果正是 30 所以 大家需要做点数学 他们说也要 需要找他们的朋友 组成一个 联盟 才可以有个联合政府 过半 为什么要过半呢 我们也知道在国会 要通过法案 重要的法案 的时候 比如说 财政预算 当然你需要一个简单多数 如果你没有 你现在的时候 你都没有112的话 就很难 在重要时刻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重要的法案 那这个政府基本上是个瘫痪的 如果政府不能够立法的话 这个政府 用来做什么呢 不能修法 立法 所以不行的 大家 还是需要 凑出那个数目 不然的话 可以有少数政府 少数政府 必须配合 一些政党 愿意 提供 这个信任 还有 供应的这个法案 的那个 那个协约 就是 Contin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 暂时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是 最高原首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所以少数政府不在这个话下 关于谁赢谁输呢 这里值得看一下的 如果是看这个数目呢 其实这次最大赢家肯定是 国盟了 国盟是pm 他从对方的 议席里面 夺了42个 议席 就是从他们城市里面攻占了42个 他自己丢掉了8个 所以他总 进得34席 其实 西蒙还有国阵都是输家 他们 在他们自己要守住的一起 都失守了20个 国阵20个 西蒙也20个 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禁输了 各自12和8席 所以即使现在是 西蒙是有 82席是最高的 但是不要忘记上一届 在解散之前 他们是有90席的 所以他们是退步了 事实上 然后 沙门我们知道他们 所向披靡 他们 守住他们所有的19席 再加上了 林德的多世息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1234 台名234的政党的那个局面 很多人说呢 要看总得票率 得票率呢 我们要知道在 马来西亚不是总统制 也不是 比例代表制的 你看得票率 不能说什么 因为我们说我们组成 那个政府是看议席 不过这一次相当的平均 如果你是说看 西蒙的那个总得票率呢 是差不多 5,800 5,800 80万 的得票 就差不多 37点多%的得票率 可是一席呢 你拿了81个 其实是82个 如果加 Muda的话 然后 那个一席的那个 的发现率 什么是 接近了37.8 加了Muda 过后 然后 如果是看 国盟的话 其实也没有 落后太多 有470万 的得票 30%的得票 他们得到 然后 也许是 73个 就33.4% 要注意的是 即使是西蒙说 得到最多票 他也只是 差不多 比三分之一 多了一点 他也没有过半 所以 也不能说 他就 得到一波 一半的那个 的票率 和信任 其实得到37点多 就是说意味着有 63点多%的 是不支持你的 所以这样子说的话 也不是说 你的票 你是过半 你是应该就用这个理据 成为作证的 一个理据 不是这么 这样子说 然后 比较吃亏的 可能是 国正 国正得的票 这次有22.3% 他得的意思 30个 就是3.6% 在第2三场周旋 已经 已经有 已经有 成绩出来的就是 玻璃市 就政府 就是国盟政府 已经 第一次出现的 非国正的 州务大臣 已经 宣誓上任了 然后国 在 霹雳州呢 如果你看 其实是 也是选制的 议会但是 国正和 西盟 第一次联手 他们组的政府 然后 州务大臣是由 国正的 萨兰尼 上任 然后 就是一个联合政府了 即使联邦还没有 达成这个协议 在 霹雳 已经是 然后彭衡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出来 因为 其实议席数目是相当接近的 16对17 另外一个探讨就是所谓的 蓝潮 或者是隐形的绿潮 其实这一次为什么国盟 这么 来势汹汹 这么强大 可以看得出 其实 他们其实很少了 东海岸的两个州 北马的两个州 你看既然当过去是有 国正的 遗袭的 这一次15届大选的时候 上完了 连 这个 东顾的 在那个盘根 自从80年代 就是盘根在那个 广不上 跨望深的选区的 也在这一次的 蓝潮方面 就被绊倒了 首次失去他自己的 杂根依旧的 那个 堡垒 遗息 然后如果你看登架楼的话 之前也是有的 其实只有一个国西 就是 应该是Bursuit那边 那个是 国正的 如果你看 元任的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紫色的 这个是 过去其实是 伊斯兰党赢的 只是他 被 被退党了 被辞职了 所以他 他变成独立议员而已 不过 在15届大选的时候也收回来 整个都是 国盟赢下来的 如果你看 玻璃市 过去三个国 一个来自西盟 然后两个来自国正 如果你看那个颜色呀 右边手那个圆刃的 然后这一次就 三个都换了颜色 所以不奇怪 为什么 波雷斯 也换了他们的州政府 这就是 同步举行 选举的 其中一个问题 通常就会 选情一到的时候 就两个一起换 很少会分开的 然后 击打也是相当 差不多就差不多 扫完 除了 除了一个 就是 就是 双西大连 是红色的 那其他的 之前是 斗士党的 比如 就是 马哈迪 还有他的儿子 在 很责润的 那个国会议席呢 在上一届呢 是他有 有图团囊过后 他们跳槽出去 变成都是党的 他们 他们的这个议席呢 也被 国盟打败了 甚至 他们双双都 丢失了 暗柜金 也说明一点 其实 连马哈迪 很多时候 都是 不打头人 或许他们两个 也没有那么受欢迎 我可以这样子说 然后 西盟也丢失了 有两个议席 一个古灵 还有 丢失三个 其实 阿罗斯达 还有那个古灵 还有另外一个 巨灵 sorry 巨灵还有另外一个议席 然后郭振也丢失了三个议席 所以 这个是 国盟的实力 然后即使在 并城 也不能幸远 如伊萨的那个 本马弹炮 也是 由 安华 自从 80年代 也是坦居在那边 多年的那个 他家人 很距多年的那个 果实也在这一次 被 国盟 判倒了 拿下来了 霹雳也是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很多颜色也变了 从 蓝色的或紫色的 变成 他们的 国盟的颜色 但是 如果你有看到 然后 在中间这边 靠近伊宝那边 就是这个打门的选区 之前是 那个 阿曼 的 选区 现在也是因为 安华 果断的去打 那个选区 才赢下来 这个红色 所以 安华上阵霹雳是有他的 领军的效果 稳住了不少的票 当然 他旁边的一些 国会议席 也挡不住 国盟的公司 也换了 尤其是国阵 之前的国阵的选区 彭亨 也是看到 之前 不是 西蒙就是国阵的选区 国盟也中间拿了一大片 然后 虽然 北部也是沦陷 然后中间也是拿了一些 但是 那两个 所谓 喜来登政变的叛徒 阿斯敏 还有 朱莱达 双双的 初始独立拉就由 西蒙收回了 这两个议席 刚才其实要到这个时候才告诉你 他们上任的 这宣誓上任的 到底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组合呢 可能你们会关注的 如果你看这些议席 要过半是1.2 所以这边提出了6个选择 可能的选择 第1的已经被 陆如定否决了 我相信这个也不是一个 可行的方案 毕竟 西蒙和国盟 之间的纠纷和差异 太多了 太难 太难 撮合他们 西蒙有 成性党 国盟有 伊斯兰党 他们过去 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 然后 西蒙会认为 国盟那边有叛徒 网友定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那一个 然后 还有政策方面 可能也不是那么协调 西蒙是 如果你看 他们的 竞选宣言都是 多元种族的 然后 国盟的政策明显的是 比较大 关于 土著优先 比较土著 社裁 宗教社裁一点的 那个 竞选宣言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协调 虽然 号码确实是 很稳定的一个政府 接近要到三分之二的政府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国阵和西蒙呢 就 刚刚过半了 其实这个 还不稳定的 如果再加一个 明信党的话就还 比较OK 而我本身认为呢 现在的局势呢 现在国阵也在跟国民谈探着 现在有局势的发展了 我相信这个第四的就是在 国会解散前的政府 所以有可能 我觉得我们是有可能会回到 这一个政府的 就是 国盟国阵 莎莎联盟 一三一 这个目前我觉得是 比较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西蒙很难跟GPS合作 因为GPS对 西蒙的排斥 尤其是行动法 太大了 他们其实 很多恩怨啦 所以他们如果他们要 硬一杯撮合 他们会 当然会不怕开心 可能 就要给他们更多好的丢啦 我不确定 第五第六会不会发生 不过战事 在我眼里看呢 第四如果 国阵国门可以 妥协让更多 国阵的有更多的 更多好处的话 或许 又再重回我们这个政府 OK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会有 新的 联邦政府呢 这个 民主斗士的 我们说 Family Reza 这个艺术家呢 会告诉你 大家 千万千万 大家耐心一点 其他国家的也花了很多时间 英国 还有 英国你看 即使是西蒙式的 也花了5天 然后2017年 是花了17天 澳洲也花了17天 才决定 谁 是我们的联邦政府 我们也不用太心急 确实我们要心急的是 几时会过那个 预算案 联邦预算案 但是如果即使我们没有 那个联邦政府 我们也可以紧急的过一个 一个紧急的预算案线的 所以 也不用太担心那一个 所以如果你看其他 选择的国家呢 比如 德国 比利时 你可以看到他们 花更长的时间 组的那个政府 是有他们的原因 也是有他们过去的 因为其实 组联合政府 除了是谈 那个议席的分配之外 也是要谈 你们 联合的政纲是什么 这个昨天 这个是 明天 他们 那个同事者 他们会自己召开会议 然后 最新的消息 今天下午消息是说 元首就叫 国政 要做个选择的 之前 昨天他们 还试演大政说 他们要做 在野党 在野党 我其实可以向 表明讲为什么他们要做 在野党 其实是一个名字的选择 但是 现在 树木他们是老商 如果他们都不 要选边的话 就组成不了一个 稳定 的政府 所以 元首就预令了 所以 他们就要选了 这次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大概的 关于这次选情的一个分析 等下我们可以再 继续谈 我们实际上可以再继续谈 到底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说刚才 是第四组合 或者是 第三的组合的话 这个意味着什么 OK 我们知道 讲的政策改变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 要改朝换代也好 要换个新政府也好 要换个新的 议员也好 我们其实是希望 这些人 或者这个 政府呢 可以带来一些 我们想要看到的改变 然后 我们有几个方法可以达置的 一个是在体制内 那个是 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要谈的东西 什么样是什么 是体制内 什么是体制外 首先你要了解体制 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三权分立 然后 最高元首是一个 虚位的 就是君主立宪的一个君主 他本身是必须 接受 民意还有一个民意政府的 劝告来行事的 所以在行政还有立法方面呢 是由 那个民选的政府 来来带领的 所谓三权分立的立法和行政 其实是相同的 因为 行政 比如说那个首相是来自 立法 就是国会里面的 最多议席的 一个联合政府 或者一个 阵线 所以现在还没有选出来 过去的话是一个 其中一个联盟 他们过半的就是 他们就从中选出一个首相 然后首相来指 那个 然后立法呢 主要是有国会 国会有上议院的 下议院 然后 下议院的 就是 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 林选的 林大医师就在下议院 那边 就 去辩论法案 还有讨论课题的 然后下议院的 排法呢 是有 在野党和 执政党 然后 执政的 内阁成员会坐在最前面 就是做前台的 这种秘密 前座议员 后座议员 后座议员是没有关职的 当然 在 在野党方面呢 理论上他们也应该 设立一个类似 影子的内阁 坐在最前台 然后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 后座秘密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 立法方面的 行政方面呢 我们知道有首相 可以 任命 组自己的内阁 内阁的数目多少呢 很多时候都是看 首相自己决定的 多少副部长 或者多少部长 多少个部门 这些都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 过去都是因为政治的考量 那个政治利益的分配 所以才 才决定有类似的 人选还有那边部门的 所以也不是说真正的 选嫌疑能 即使在新闻情况实现 也不是选嫌疑能的 就是要告诉你的 但是在政府部门里面呢 各种部门 部门底下呢就会有 政府的机构 还有政府的 公务员的那个体制 公务员呢 本身算是政府的一部分 很多人把他们当成政府 如果他们永远是要听政府的话 就说 他们是根据政府的指令去执行政策 所以 任何你说要改变的话呢 如果在行政方面的话 或许公务员可以 做一些调整 但是政策上的东西呢 他们是必须要通过 民选的代表 就是说部长 内阁通过的 所以这个是相当 重要的一个分别 因为很多人时候 很多人会 会 混淆这一点 可能就会觉得 公务员 不能保持 一定要倾向政治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公务员应该是一个 专业 遵从 自己专业操守 还有自己的专业 行政人员 这样子的 所以 他们确实可以给部长意见 他们也可以做自己的研究 但是最后拍板的一定是 民选的代表 然后司法呢 是另外一方面的啦 司法应该是独立的 目前呢是由首相 推荐人选 让 最高元首 能够 任命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说 也是有点干预 司法 所以 三权分立这个东西呢 也有各自的 签字作用 这个至少是 理论上是这样子啦 我们 人民呢 是选的 国会 然后国会 又选的政府出来 就是那个行政权 然后司法呢 是 惯于一个 裁判的一个角色 如果是说有什么 越权的事情 不管是在行政机关 或者是在 国会方面 他们 就会有那个司法权 去裁定 那个情况是如何 这个 这个 我在上一次就有 给你们看过了 所以你要知道 要带来一些什么政策改变 一定是由 政治人物 主要是政治人物 有一个政治意愿去 带出来的 比如说 要 要看到什么条规的改变 也必须要 部长自己签字 如果是说要有新的法令 或者修改法令的话 他们要带上去国会的 所以 外送国会之前 一般上都要在内阁 受到 获得批准 然后国会也要有一个 简单的多数 一决通过 才会有新的法令 所以 我们在体制外人 是不能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 所以我们就有人民带意识 然后就是人民带意识 所以 国会通过的 也是大部分 超过一半的人 人民带意识要赞同这个新的法令 或修改法令 所以才可以通过 所以我们就需要 回到去 我们的人民带意识 来做工 让他们做工 或者听你们的话 所以 这个 这个关系是在这样子 如果修改 如果修改联邦宪法的话 正是有三分之二 所以那个 门槛更高 也不是说不能做 还好 我们在大选前 有的反跳槽 不然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 会看这新的政府 但是如果说 一般上的国家政策 或者是什么样的 措施呢 一些什么样的指南呢 有时候 连公务员 本身都可以 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可以 推过去 给他的 部长 说OK 这个就是我们 可能部长可以设立 一些什么样的 特工队 委员会 然后探讨过后 就制定出来了 很多时候 这些委员会呢 公务员的 手是蛮多的在里面的啦 所以他们 基本上是有一些空间 来操作 来 拟定 国家政策 也不能说 公务员没有啦 最后的还是必须要 政治人说 YES 才可以推动的 在体制外呢 我们有谁呢 我们有很多 我们讲 最大群的 全部人的话 就是人民 社会的 如果是公民的话 就小一个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国的人口呢 还是有很多非公民的 也可能是 有 外籍的配偶啊 家人啊 或者是有 外籍的劳工啊 或者是学生啊 这些呢都在我们买 买一下定居 的话 也算是社会 我们不应该 因为他们不是公民 我们就 觉得他们 不一样 啊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本身是看的话 我想这个整个社会的话 是全部人民 然后公民是 小一点点的那个 范围 我是说 选民呢 为什么更小一点呢 因为 我们也知道18岁以下 是不能投票嘛 然后有在建脑里面 不能投票嘛 那些人 就不能够成为选民啦 一些人不能成为选民啦 所以选民在小一点点的那个人口 那在选民里面呢 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 五年 都不去投票的 不投票的人 这一次都有 差不多20多%的嘛 呃 再加上 呃 有些人 一般上五年才投一次票 平时也 不稳不问 五年 看要不要投票咯 可能 四分 四三个人会投票吗 这样子 所以 最后我觉得今天探讨的是 我是劝你们去做一个积极公民 因为只有做积极公民 你才会拿到更多你要的东西 一个什么都不争取的的人呢 你要等待人争取的话 没有人要 没有人 有什么的义务要帮你去争取你要的东西 你要的东西就自己争取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 那所谓我们有什么样的人呢 在体制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有非政府组织 或者社团 或者是一些联盟 这些是注册的团体 啊 这也是 就说 有注册了很多时候政府又分 有注册没有注册 但是 结社自由不一定是要在法律上 呃 注册才算是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包括你跟你朋友 要组一个团区旅行也是一个 你的自由嘛 自己结社 呃就是你自己一个小的 公民组织即使是未注册的也OK 但是 当然你没有注册的话 有很多方便就没有了 比如说你不能都开个银行户口 你不能得到政府的援助 这个邮会那个邮会 没有了 因为你没有注册嘛 所以但是还是允许你有 没有注册的公民组织的 没有问题的 尤其在社团里面呢 社区里面呢 很多组织有些是比较自愿性的 比较松散的 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当然 政治体制外的很重要的 当然是专业的机构 比如我们也知道有 医疗 社会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各种专业的药剂的 会计的 建筑的 这些都是专业的机构 然后当然 你个人 个人是共 我们也是选的 当然还有一些商业集团 他们自己的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 也讲他们专业也可以啦 他们发展商 卖物质 专业的卖 但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有自己的算盘 专业也不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们也算是非政府 所以也算是政治体制外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如果 是所谓改变的话呢 改变什么政策 有什么不满的话 他们就会 去lobby啦 他们就去游说 他们就会倡导 倡导什么 有分几个级别 可以说 最 最 最初的那个 是你可以接触到的 公务员 或者是政府机构 和管理公司的人员 管理公司 政府机构 有一些 不属于公务员 因为他们的 那个 薪水是 他们的机构 配给的 利益也是这样子 虽然不算是公务员的 不我们也当成是 在体制内 这些在圈里面 都是体制内的人 政治人物 尤其是人民大议事 还甚至帮他们 做选区服务的党工 我都把当成是 体制内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 在做这体制内的事情 然后再上一层呢 如果是说要 决定什么政策 要落实 要推动什么样的 新的计划 等等之类的 你就要找部长 部长 或者是 州的话 是行政议员 因为这些 只有这些人呢 才可以在他们特定 的范围里面呢 去 执行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改变什么 很多人就直接去到这边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押不住 还有更大的 可以去到首相 或者去到 州务大臣 或者首长 因为他是 是所有的部长 内阁里面 是所有部长 的 自首 是所有首相 所以 也有人 觉得 要 去到最高 也是看他的课题的 眼中性 但是我也要告诉 除了是说 施压 除了是说 留税 然后 倡导 其实我觉得 很多时候呢 要明白 其实这些 在体制内的人 他们也是 公民 他们也是选民 他们不是公民吗 也不对 他们不是选民吗 也不对 他们投票吗 可是他们已经是在体制内的 但是我认为 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要把他当成是很 很 異类和高高在上的人 我觉得大家平常心就好了 彼此的尊重 我觉得有时候 更多的对话 交流 沟通 合作 会带来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我觉得 很多时候就是 没有那个 信任 或者共识 很多东西不能一起推 因为你会怀疑他 有政党的利益计算 他会怀疑你 你根本是另外一个党的人 你就不能够 好好的针对课题 专业的他 我觉得是相当的可惜的 所以我认为 不只是说利益 就是说你自己的组织要施压 倡导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 圈圈就是大家能够沟通交流 对话是最好的 我觉得最productive 是这样子 但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有你自己的议题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 人民有很多种 也很多元的 前个星期我也是说的 大家有不同的身份 就比如说有些人是 比较倾向自由 有些人比较倾向宗教的保守 也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比如说有些是 墨斯林 有些是 基督徒 或者有些是 无神论的 或者有些 身份是 国务员 有些身份是 商业老板 有些是小贩 做小生意的 或者自雇的 或者是 那种变招车的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 但是 大家都是人民 所以你要 你要推一个自由的计划的时候 可能 那边 比较保守 那边就有自己的组织 来跟你反过来 要对抗你的这个 这个 提议了 所以 一直都在一个拉锯 一个竞争当中 不是说你想要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因为这个是 民主国家 声音是很多元的 你有你的声音的权利 他也有他的声音的权利 所以 我认为有时候是一个竞赛 或者说其实 你也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 在某一个方面达成一定的改革 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我认为 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即使你是罗纳多 你是美西 你 不能 因为你一个人就可以赢得整个群赛 因为不是个人秀的事情 我觉得 要达成一个目标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 团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职位的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或者是 自己的长处 所以说达到Go 我们讲 目标之Go 所以 你是要有一些 一定的策略和战术 还有名字 这样去 进球 所以说 比如说你在一个团队 在一个组织里面 你要一些人是打手 做前锋的 要继续进攻的 不能全部人都跑去进攻 后面谁误啊 如果人家攻过来的话 你就给人进个球 所以 你还是需要有 守门员去把关 可能是一个很注重原则 看好后台的人 然后你也需要后卫去防守 从后面 中场那边就比如说协调 在运 运球控球 传球方面 把那个球传到去适当的人 交给对的人 去 去组织 比如说边风 去组织那个进攻 助攻 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进球 我们才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你不能全部人去上街 去示威 在office里面 没有人做 没有人去想 政策 没有人去做研究 你只会在街上 示威的话 也不能带来改变 因为 东西是需要策略的 啊 所以 但最重要的是 到底你会怎样 想象我们的社会 我认为民主社会是人民做主 人民是老板 但是 确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 都很崇拜权威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 人民太 微小了啦 我们生命太平微了 我们需要这些高文 这些YB YAD 这些人 做决定 他们会做最精明的决定 会为我们人民的 可能有那个一厢情愿 那你就把全部东西交给他们 最后他们也没有做了 为你做些什么 你还觉得 不明白 我觉得 这个就是问题了 因为 你不是崇尚那个 人民是做主 人民是老板的model 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的 就是人民力量的那个模式 就是people power model 我们就是 在上面 因为我们人数最多 我们声音最大声 我们民主就是在看人民的声音 然后flow是 往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要根据法 我们也是要自己的 我们也要根据 那个制度 法律 还有用我们斗争的方式 要下面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YB 我们的那个 人民大意识 政府 去执行 这个民意 我们认为应该 民主社会应该是这样子做 才是最 符合 民主社会的那个 那个精神的 就是人民的 民意 传达下去 让你 这些 做政治的人 专业做政治的人 去执行 就好像 我是病人 我有病才去看你 而不是医生 你去随便开我药 如果没有病 为什么开我药 就是 我有病我去看你的时候 你是医生去执行嘛 所以我觉得是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要改变政策呢 我觉得 我们说 所谓的那个积极公民 就是可以说是 Activist 如果你的积极 变成了活跃分子 有四个重要的角色 我今天我只是大概 跟你们讲而已 第一 是最基本的 说你们 要当自己是一个公民 或者是一个 人民 就是我们有一定的 同事的价值观 比如说什么样是正常的 公民 就可能说 一定要 要基本的人权 比如说要 人人生的平等 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很重要的 然后 比如说 人人生的自由 有一定的自由 解释自由 言论自由 这些东西 你回到去根本 这些是你们 重要的价值观 但是 会有很多人 不是这样子做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会 可能去 defend政府的东西 或者说 你们不要 这个政府 这样子的话 要是你不爱国 或者你看国 等等之类 开始用这些 国家主义 用这些压力的时候 这些其实不是公民的 角色 不是公民的价值观 价值观讲 这种不是价值观 所以 会遇到这些人 他们 会把 政府的那个政策 做是一切的 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那时候 确实是你 开始要 发挥论述的时候 当然我们 很多时候 在进行这些游说的时候 人家是看不到 政府政策的问题的 因为 政府肯定不会说 他肯定不会说 我做这个政策是 要欺诈你 或者是要剥削你 肯定不会这样说 他会说 很荒唐的理由说 这些好处 会从上 地到下面去 等等之类的 我们会保护你 其实他不再保护你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 就是要有人 发觉到有问题的时候 去揭破 这些谎言 然后 当然 你看到什么不公平的时候 看他政府的做的东西 确实是有错的时候 到时候 你就会有人会很正义的 就会有这个抗议 Rain Bell 发生的 这些人呢 其实是相当有用的 这个角色 就是其实是 尤其是打前锋的位置 就是他们的 就会把这个课题带到去 媒体带到去 很多人的 视觉里面 因为他们会把 这个No 说得很大声 但是呢 这个角色呢 不能够一直做下去的 因为 你要怎样把出街头的 这种 愤怒或者这个声音 带进去那个 制度的改革或者政策呢 那时候你就需要 两个角色 第一就是 变更的推动者 就是Change Agent 这些人其实是一个Organizer 其实是中场的 跟他足球里面中场的 穿球的人 他为什么他可以帮你做 办很多的活动 比如办很多的讲座 做堂硅 让你知道为什么 你的权益 是什么政府哪里做的不对 可以请专家来 来培训你 怎样去更好的做这个 街头的示威 然后更好的去 教育 其他人关系的课题 确严认是 幕僚啦 我觉得是幕僚角色 而Reformer 算是外交官的 就是改革分子 他是面向 执政者 或者是 政治人物的 他是面向国会的 他就告诉 人民大议事 或者是政党 说为什么你要这个改革 这个其实就是 体制外跟体制内的 配合 点对赛 这个Reformer的角色 很多人会觉得 他们可能会 sell out 如果他们 跟 那些 执政者 或者是 政党人士 谈了谈过后 反正觉得 他们对的 然后自己也要加入 党的话 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背叛 所以很多时候 一些政党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也尝试去 用自己的权力 或者位置 去误惑 公民社会的人 加入他们 这样就少了一把反对的声音 所以当然 政党政府会有 一些方针 尤其是希纳 去招揽 这些社运人士进入 其实是一个方式来 打击里面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客庭 还是觉得对他们的 政党的利益 大了威胁的时候 所以 这个是 改革分子 或者是公民社会 要 关注的一点 可是Reformer肯定是很重要 因为 他是最后 能够把那个 政策 带进去国会 带进去议会 最重要的人 所以 在这四个角色呢 就在一个球队里面 都一定要有的 一个打前锋 一个打后场 一个打 守门员和后卫 等等的 所以都要这个四个角色 而 根据这个 Model Organizing Social Movement Bill Moyer的 2001年的 这个 这个社用的模式 你可以看得出 其实有分成 8个阶段的 很多时候 我们的问题 在第1阶段的时候 是 没有人知道的 然后 是需要一些事情发生 的时候 给人看得出 那个不公平的东西 我给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海外妈妈 不能传承他们的共鸣权给 他们的海外 生产的孩子 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可是进来因为 那个 Family Frontiers 把它 带去 法庭 然后更多的妈妈出来 讲话的时候 那个就去到了第3个 那个水线 那叫Trigger Even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是很真实 因为媒体也开始报道了 然后开始就有 那个ZigZeg 就是Reable 就很多人开始 Reactive Event 站出来 举牌 然后你就听到很多的声音 然后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 因为过后下一个 5和6的时候 就是 让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 这个阶段呢 是为了要让更多人 去认同 去得到更多的名义 去支持 这个 这个 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 如果你提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后方也可以提出一些 好的解决方案呢 我相信大家会知道这个问题 过后 会支持 然后就会是一个 很大的政治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两年 Family Friends 在这个课题 比如说海外 母亲的课题 他们做了很多 Event 让你可以看得到他 然后 大家其实也很同情他 我们觉得 要解决他其实也不是很难 当然 第一 就是主要是在那个 宪法方面的那个 不明确的那个条文 所以这一次的竞选学员 每一个政党 都有提到这个 这个案件 所以证明 他们的那个 社会运动 他推动的课题是很成功的 引起大家的关注 大家觉得也要做一些东西 所以 我希望新的政府 不管是谁做政府 他们其实有提这个东西 他们希望我们去落实 得到去修法 去修改这个宪法 让海外网马 得到公平的 传承那个 公民权的 权利 所以然后去到第7号 就是success 我们希望就是 大家就 到时候就会到那个阶段 所以要改变政策 其实是 很多时候你会在 一和二到三的时候 就停留在那一边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很辛苦 要改变 要改变 政策 或者是什么 这个环境的 不公平的政策 很多时候因为 没有得到关注 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够去到下一个营 能够得到更多 明义的支持 所以 其实需要一定的策略 怎样去把这个变成 一个全民关注的课题 所以 最后呢 我要谈的是 投了票过后 你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个人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相信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 自己的 那个 能力 还有自己影响力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 每一个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个群体 一个很大的群体 他甚至可以把 马哈迪的按 未经的丢掉 或者是可以把那个 Tango Razali 从他脑潮里面 赶出来 不要看小个人 的投票 还有个人的力量 不只是投票 第一呢 我觉得应该多关注公共事务 还有那个 时事的动态 我觉得主要是提升你自己的 比如在知识方面 在 政治行举 或者是 种种课题 比如说对 法律的认识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当你有这些的 增进自己的了解的时候 你就比较能够独立思考 然后你会比较批判的一个精神 因为 当你懂 要懂的时候 人家就不如够骗你 人家不如够忽悠你 政治人物 他们也 没有读太多失落的事 他们没有 懂太多 发言的时候 你觉得 说不对了 我知道这个科技 不过 或者我知道 然后 第二我觉得你应该的 做的是 一个人力量 或许是小的 但是你继续参与和组织 社团活动的时候 大家及时广义的时候 你就觉得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解决方案的 你想不到 但是另外一个 B和C可以想到 大家 就讨论的话 就及时广义的 然后就比较容易找到那个 共识 那个对策 怎样继续下去 到底用怎样策略 能够把我们的运动推下去 第三呢我觉得是在于 怎样去监督 政府还有人民带意识 怎样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怎样去参与这种 这种社区的活动 或者是 民众大会 然后再用对的平台 去提出你的 倡议还有数据 包括你去 见他们私底下 或者是公开的活动也好 第四呢我觉得 相当重要是 我们在马来西亚呢 是有言论自由的 我们有 结社自由 机会自由 这些都在线法 也保障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没有 太过分 就说 煽动 种族情绪 或者是 暴力的等等 或者是 这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啦 比如侮辱 王室之类的 所以 对于政治的评论 你还是可以做的 甚至去嘲笑 去 批评 政治人物 是 是个 自由表达的 空间 我们是有的 所以平时呢 如果你是有想法的话呢 你不要 把它藏在自己心里 自己 自己 这边而已啦 如果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分享 你觉得是好的点子 就拿出来跟人分享 所以 也会给其他人 一些启发 会影响一些其他人 然后或者是让你找到 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要不要我们就在一起 尝试一下 你都做些什么东西 那时候你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 你平时也 如果能够的话 你想要做的话 你就用这个自由表达的机会 去说的 或者录制你的 最后呢 最后呢 我要说的是 关于民主 或者是政策改革之路 其实 或许是一个很漫长的充满挑战的 因为 你有这条路 有这个想法 或者对面 也是有一个队伍 或者有几个队伍 跟你是不一样的 你们两个就有个碰撞 或者是有个竞争的 所以 民主的社会就是看 属人头 或者是 谁罪人的 得名义 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政治人 不觉得哪一个是 对的事情 还要用政治意愿去做的 即使是 不是民粹的 他们要做的 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这个 我是非常欣赏的 不定是每一次的问完 全部人 你去做决定 而是 宁愿去承受一些政治的代价 但是你认为这个是好的分事 你必须要执行 比如说凯里的那个 宁愿管制法 我是很赞成 我是很佩服他的这个勇气 去推这个东西的 毕竟对他 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 然后 第二点呢 是说 不要期望改朝换代 或你 投票一次 就能够解决掉你的 一般的 或者是很 变身地固的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 如果你要的话呢 就平时自己也要多参与多努力 你不要寄忘人家去做而已 然后自己也一起去做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问题的纠结在哪里 那时候也知道 原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 至少我知道问题卡在哪里 你可以从那边 怎样想办法去 所以 也不要太依赖 和相信政治的路 我觉得 自己 如果你是在体制外的话 你在体制外努力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 不应该混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 还是可以合作 还可以交流 希望 大家为了公众利益 而做出 做出对的东西 我 我 今天差不多讲了 今天是最长的一次 也靠近一个小时的 如果你还在这边 留守这边的话 希望 你们 OK 你们可以明白我在讲些什么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等下可以在私底下交流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收听 感谢我们的政策研究员林志涵博士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丰富的四堂课 我相信这几天可能大家心里都很纠结 想说 到底结果是什么 可是呢 我常 就是每次在听完就是 孙涵老师的这个 分享之后啊 那个心就变得平静 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很多的事情了 那我自己总结呢 就是这四堂课下来 学习到的部分就是要冷静的脑 温暖的心 积极的参与 然后呢 我们要智慧的上达 让我们的这个民意的力量 可以形成 他不是 不是只有我们一次而已 真的就是长期的啊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民意的力量 可以去推动这个民主的前进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很珍贵啊 我觉得 谢谢谢谢 这四堂课 给我们的这四堂课 好 那我们在 下星期开始 我们会有 我们就开始上 我们的政治课了 大学过后 我们来 好好 来认识一下 政治这件事情 那我们下星期呢 我们开始会有 陈一飞老师 一个政治民主课的老师 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下星期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到底 我们的这个社会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 那 我们的社会跟矛盾是什么呢 我们下星期开始 也是一样在星期三的晚上 来上我们的政治课 那 面子书的朋友 明天呢 我们早上同样会有我们的这个智能器功课 明天开始我们也是要上 新的一堂智能器功课 是 灌气健身法 一共有三堂课 那我们 明天开始上第一堂课 希望大家明天早上的时间 可以准时九点半 进来跟我们一起 学习 我们一起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也活到老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一直在想 真的学习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看法 去形成一股怎么样的一个名义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觉得学习真的很重要 老爸老妈 我们一起加油了 好吗 那 还没有进来这个平台来学习上课的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老爸老妈们 你们能够多带一些朋友进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学习 他不只是能够形成 一股就是 力量 的智慧 那同时其实也真的能够 帮助我们老爸老妈 阿公阿嬷呢 减少很多的这个社会医疗成本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钱再用在别的地方上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用在更多的 推动我们的教育啊 等等的这个部分 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啊 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学习真的真的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希望呢 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平台 那我们大家 其实我们 在MCO过后 其实我们 马来西亚真的是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公益平台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成长 嗯 好我们这边的再一次谢谢志涵老师 谢谢就是 长期就是在 支持我们的这个凯迪基金会 还有跟我们联合主播的很多的 团体媒体 新周日报啊 经济业大学啦 然后还有很多个人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这个 社团或个人或企业 都来跟我们一起联统直播啊 我们的电话是 012287762 012287762 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 然后跟我们一起联统直播 帮助更多的阿公阿嬷 老爸老妈 我们一起来学习 起来成长 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中讲的交流时光 明镜需要不支持向许多练习 今天我们下期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感动 也要保持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订阅